1. 上半身的重要性 嗨,大家好,我是長友 我們上一集跟大家講到的是核心的重要性 那我們這一集是要跟大家講上半身的重要性 我們所知道的背的重要性 我們像在投球的時候 我們下半身力量發力上來 經過我們的核心到我們準備傳出去的時候 我們的背其實是一個支點 那我們必須把背練強壯 投出去的球才可以比較有品質 那打擊的話也是 從下半身把力量傳送上來傳到我們的核心 經過我們的核心傳送到我們的手 其實背感覺是一道強才可以打出比較強勁的球 那我們身體大概有70%的肌肉含水量 所以我們訓練前、訓練中、訓練後都需要喝水 OK,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尤其這種機械式的器材 它現在目前的狀況是兩片 那我們只要給它超出兩片的重量它就會動了 但是這並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所要的是我們每一個訓練 我們要孤立出我們的肌肉、每個肌群 那像它練上背的動作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東西帶給大家 讓大家正確的訓練 OK,那我現在要開始訓練了 那我訓練的內容 今天第一個項目是我們上背 OK,那我們使用的器材是滑輪下拉機 那做這個器材的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我們的背必須內收 肩胛骨必須內收 內收 先內收之後我們再往下拉 利用背的力量 那還有一個重點是 我們先調整好我們的重量 我們重量大概是在12下 是80%的力量 那我自己我是做12下 那做5組 那組間休息是1分鐘 OK,那我們現在來訓練三頭肌 那三頭肌為什麼要訓練呢 你看我們在投球的時候 會使用到三頭肌的力量 我們在打擊的時候 也會使用到三頭肌的力量 OK,那訓練這個三頭肌 我們有一個重點是 微微的靠近身體 微微的靠近身體 那直接再往下拉就好 那一樣我是做12下 5組 那主天休息一樣1分鐘 這個動作是啞鈴划船 它最主要訓練的位置 是在擴背肌的部分 還有三頭肌的部分 對於我們在投球的時候 往前做延伸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擴背肌 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透過啞鈴划船 來做這個訓練 那我們一樣是做12下 5組 組間休息1分鐘 OK,那我們現在做啞鈴划船這個動作 我們的背一定要是直 OK,那我們啞鈴拿著的時候 是往我們腰際間提 下一個動作是啞鈴握推 那我們在打擊的時候 打擊打完 往前延伸的時候 我們胸肌會用到力量 投球 往前延伸的時候 胸肌也是會用到力量 我自己做的話是12下做3組 組間休息一樣1分鐘 啞鈴拉上來的時候 因為這比較危險的是 因為它不穩定性比較高 它只有一隻手在扶住它 所以我們現在下來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下來 我們不要這樣子 下來的時候我們這樣子 往45度腳走 這樣對肩膀的負擔比較沒那麼大 其實我今天比較著重於在我們胸 我們的背 我們的山頭 還有我們的拖背肌 那其實這些影片 比較簡單一點 那如果比較複雜也是有 但是比較複雜的會希望說 旁邊有教練的協助 所以我就沒有拍攝出來給大家 不是不與大家分享 是因為這些 比較高難度的訓練 會比較有風險 比較有危險性 也害怕你們受傷 所以會希望 你們可以洽詢你們的教練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 按讚留言分享 以及打開小鈴鐺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我拍攝什麼影片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都會看 那我可以的話我也都會回覆 OK 掰掰 那我們還是要記得喝水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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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